今天聊的是昨天的这一个总统的政见发表会 那蓝军进入实质的分裂 不过从民调的绝对数字上来看 郭台铭在成长进步中 然后韩国瑜在下跌衰退中 而且以这个最近一个月的攻防来讲 郭台铭打了蔡衍明之后 果然对于拉台民调有用 然后韩国瑜的韩家军 现在开始洗脑的是民调 他们的说法是民调是可以调的 很多民调是假民调 真民调随便乱调 那调来调去是不是就把韩国瑜的总统梦给调掉了呢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画面 几十年前谢东明先生当台湾省主席 大家还记得客厅及工厂 那个时候家家户户 手工业各种加工如火如土 家里的圣诞灯家里的人造花 我们那个时代在冲经济 现在来讲庶民经济已经处于绝对的弱势 那选举跟洞房花族业是完全不一样 洞房花族业靠自己 没有靠别人的 选举必须靠别人 东西卖得出去 人进得来 台湾能够发大财 刚才郭台铭董事长跟朱立伦市长 互相指责对方不足的地方 我个人完全都同意 但是现在这些中角企业 都面临非常大的困境 需要转型升级 如果这个也归为庶民经济的话 韩市长 需要一块土地 来盖工业区 让他们可以建设 符合工业互联网条件的智慧厂商 但是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 他们从陈居市长的时代 一直要求到现在 韩市长的时代 都得不到正面积极的回应 好 慧珍刚刚看到的是 证件发表的工坊 最后一场 那只剩下三天就要进行民调 对 其实这三场看下来的话 我非常明显 而且非常讶异 那个郭董的一个进步 他从一开始有一点就是 第一次一直在划手机 然后第二次拿出速还针 到这一次我真的觉得 他已经是够格成为一个 总统的一个参选人了 虽然他的政策上 让我个人还是有很大的质疑 但是相较于韩国瑜 我觉得韩国瑜呢 他讲到财经政策 你很明显看出来 他没有自信 他不仅没有自信 他甚至他举的例子 是举到什么 在家里手工业做圣诞灯 你知道我有个朋友 他在家里做过 那个就是家庭工厂 他这一辈子对钱这件事情 就非常没有安全感 然后他每次讲到就是一些 他现在成就很好 但是他就是对于 钱这件事情没有安全感 最终归咎原因就是 他小时候不断的在家里 做圣诞灯 所以没有人想要回到那个年代 OK 那个年代对我们这个人来讲 是个恶梦 是你小时候的恶梦 是你这一辈子不断要追求 自己那个成就 或者是事业的一个 重大的一个激励点 但没有人要回到那个年代 不好意思 我觉得不知道是筛子 还没拿下来怎么样 他的昨天的整个 一些相关的陈述 让人家真的是傻眼 不过昨天很明显是 朱立伦炮火出来了 然后朱立伦的炮火是直指郭台铭 其实我觉得朱立伦讲得非常好 因为他说他认为这个政策 所谓的就是国家帮你养这个政策 是变成了社会主义 因为你既然变成是 不管这个人的高所得 或低所得 全部国家养 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他认为高所得的人 是自己养 然后中间所得 中产阶级是帮忙养 那低所得的人才是国家养 那我觉得朱立伦这样提出来的政策 相对来讲 可以让我某一部分也认为说 国民党长期栽培出来的精英分子 相对起来在整个财政政策上 还是有帮助的 而且我还是肯定 国民党栽培出一个优秀的人选 只可惜他没有人缘 只可惜他没有人气 只可惜现在他并不是前两大之一 这是让人家有一点感到悲哀 不过换另外一个角度 那我们就要来认真严格的 来检验一下郭董的一个政策 他提到两个政策 就是说怎么样可以达到自愁 六岁以前国家养 第一个他说课证赴人税 而且他课证的方式非常有趣 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 你管你常缴税 缴了两辆兵士 所以你应该对于缴税这件事情 应该是很有 我不是富人 我只是薪资所得比较高 我距离富人有十万八千里的差距 我觉得郭台铭跟朱立伦 对于富人税的工房也很不公平 大家都知道 薪资所得者缴的税多 台北市很多大地主 东区的地主为什么空着空店面 无所谓 因为他缴的税少 可是他的实质资产实质所得 保证比我陈寗官高 然而我陈寗官确实缴了 中华民国个人最高税率 主要原因是我每一块钱都合法缴税 而他们有很多资本利的或者房租收入 或者土地增值的收入 并没有等同市价 然后每一块钱颗税 所以有可能新增税额税基 然而那要税改 对 那这两个人都不敢勇敢面对问题 朱立伦你勇敢面对嘛 你就说中华民国要税改嘛 土地税改 对 而且什么叫土地税改 土地大额增值的跟大额草地 跟大额养地的跟空地税都给我磕 是 然后中下东路天母商圈的空电面 都给我磕空电税 是没错 你让他有空置的成本 你会有税收 你会照顾小孩 就是你知道财经界有个说法 你还在谈年薪多少的时候 你就是没够赢亚了 赢亚了 我们本来讲的公年薪多少的 所以呢 像是比如说 现在他这个高所 比如40% 他磕到的是高阶白领 就是所谓的 就是还是要领薪水的 但是真正的财团 真正的富豪 他们可以透过公益信托的方式 他可以透过海外成立 假外资的方式 让你完全磕不到税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 就是利益良好 但是事实上执行面根本不可能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包括你郭台铭自己 你有多少的钱是放在开曼 对不对 你之前自由时报报导过 他说去年光是鸿海 就是投资 应该是说鸿海在整个中国投资 是台湾第一大 那累计投资的金额高达2000亿 去年润列赚的钱 大概是1000多亿 1140还是1400左右 但是去年会回台湾的钱 只有16亿 为什么 因为他把钱停破在第三地 开曼的那一家Far East 就是富士康Far East 远动公司 传说 不是传说 就是应该拒推他们推估 有高达9000亿的钱 没有汇回来 那你钱谁 怎么可能会刻得到 真正的富豪钱 你是刻不到的 然后包括像蔡衍明 蔡旺旺 他所有的钱 全部都是透过香港 或是透过新加坡 去转投资中国 他钱有汇到台湾吗 没有 他钱有真正的变成是 他个人所得的税脚最高吗 其实值得去查 大家都说 他资产有60亿美金 70亿美金 但是他有找到 真的就是 等样相等的价值吗 举最等样的例子 比如说是那个林玉玲 林玉玲 台湾地宝 大帝王 台北市金华地 有好几万坪的土地 但是他辞世前两年 他成立了林玉玲 公益新托 把高达近300亿的资产 放在里面 然后他辞世之后 我们现在的 那个所得税率 遗产税是20% 他有缴到60亿的遗产税吗 没有啊 一毛都刻不到啊 他用信托 或者用基金会结税 对 所以就变成是 他现在能刻到的税 是他自己还在名下的资产 但是 他庞大的资产 其实是 真正你富人的这个钱 是你完全刻不到 郭台铭不应该不懂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点 我觉得就是 这个讲法 是大家听得很爽啦 但事实上真的刻不到什么钱 然后第二个 他希望是就是说 把所谓的六大基金 包括什么退辅基金啊 劳退劳保基金 这些投资绩效可以就拉高嘛 从现在的2%到3% 投高要变成4%到5%左右 这个呢 他希望要走的是淡马席模式 可是我们之前汪浩大哥 也打过他脸 就是说你为什么 台湾的会走这种 比较稳健的模式 主要来讲就是 我们其实就是长期 你要稳定 然后降低风险 所以你投资的其实都是国债 或相对稳定 报酬 报酬不高 但是相对风险较低的资产 但如果你是要走淡马席模式 我跟你讲各位观众 我特别去把淡马席 去年年报弄下来 淡马席现在他所拖管的 所有的 所拥有的资产的金额 高达3080亿新币 然后呢 你看他过去一年 就是的投资的回报率 是高达12% 很高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他过去10年的投资回报率 只有5% 没有到12% 为什么 因为包括2008年的金融海啸 包括2015年的一个情况 他的整个资产是 一年之内增加减少 就是他的整个资产 一年之内是减少 200多亿新币 甚至有高达快要到500亿新币 所以你知道 他的这个投资风险的是 暴涨跟暴跌 波动很大 对 就是说长期平均的投资率 可以超过5% 已经很好了 对 但是他不是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我们 假设我们六大基金的 一个走的模式 要像这样吗 这是我们国人 可以承受的吗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关键点 最后一个关键点是 那个郭台铭讲说 哦 我们未来有新十大建设 我们其中最重要 就是要投入大健康产业 各位观众 他可是在大健康产业 有非常积极的布局的哦 他有自己的康连公司 而且是新贵 一度股价飙到300哦 而且今年赴 那个鸿海 在六月召开的法术会 还宣示 我们鸿海集团 未来要走向AI 走向互联网 走向大健康产业 那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是国家等于国家 那个六岁之前 裁员不足 国家裁员不足 我国家打开我家的财库 疏通国库 那换一个角度来讲 未来是不是 国库打开来疏通 你家富士康的财库呢 你是不是用国家的钱 要来帮你 协助你鸿海转型 这很但是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吗 所以我觉得 其实他提出来这证件 听起来很爽 但是你仔细去检验的话 其实是漏洞百出 但是基本上 以台湾现在的状况 会这么认真讨论税制的 大概也只有本节目 对不对 因为他讲一个富人税 平良心说 年轻世代 贫穷世代 听了都爽 就感觉好像找有钱人磕税 可是事实上 以台湾现行的税制 磕到的不是有钱人 磕到的叫做 高阶白领 高阶白领 就是说比较高薪之所得 然而其他所得 磕不到 对 什么叫比较高薪之所得 就是类似于这种人 那什么叫其他所得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大地主 大房客 太畜舟的啦 那中校东路店面买一条啊 然后放在那边也无所谓啊 那很多房东跟房客签接一个租约的时候 还额外讲说不可以报税 为什么他要逃漏税啊 然后空屋跟空地为什么要养 因为税率很低啊 对 你就科空地税跟空屋税 我就看你们哪一个总统敢提这种证件 只要一提温德达 不可能嘛 这就是为什么 你知道北欧的国家 他们确实有国家帮你养小孩 念到大学毕业都不用钱 但是人家的租税负担率是高达四成 40% 我们台湾只有12% 北欧国家高福利 是建立在高税率 高税率不是只有薪资所得 要缴40% 你草地 你草房 你IKEA卖个家具 都要缴40% 所有人都缴40% 那当然谁缴得多 你必须承认 有钱人要缴比较多 所以北欧的首富 有一阵子都要搬家 不要做北欧首富 就跟法国首富 有一阵子要搬家 不要做法国人 因为法国首富要缴到 6、70%他的所得税 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